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Orbit 也就是环绕运镜 这是一个十分经典的好莱坞运镜手法 简单来说就是使用相机围绕着你的画面主体 进行这么一个一定角度的环绕拍摄 诺兰就是一位非常乐于使用这个运镜 来阐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导演 她在很多电影中都频繁地使用到了Orbit 像是在《黑暗骑士》中 当小丑冲进舞会的这么一个画面 相机在小丑与Rachel之间就进行了环绕 这里的环绕运镜同时展现出了 小丑和Rachel两个人的面部表情 画面中的主人物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断的变化 展现出两个人之间互相对抗的这么一个关系 人物的形象和立场的不同 一下子就展现了出来 这样子就是会比与其在Rachel和小丑两个人之间的定真之间 这样子来回剪切 就会更加具有连续性 快速环绕的画面也能抽象地体现出 Rachel当时感受到的慌张感和头鱼目眩的感受 也进一步的让观众更加的就是被带入到画面的紧张氛围 环绕运镜在电影中也经常用于展现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绕运镜主要的特性是Parallax的效果 那是在你围绕着画面前景的主体围绕运镜的时候 前景和背景在画面中就会以不同的速度在那变化 以此展现出前景和背景之间的空间又会有交错 交互的效果 所以在环绕运镜的画面中你的背景尤其重要 因为比起像是Dolly In运镜来说 推入时的画面你只能看到人物前方的这么一个环境背景 就会比较局限 然而环绕运镜可以展现出人物周围360度的这么一个大环境 所以想要展现出大范围的环境背景的时候 环绕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运镜 那就像是在搏击俱乐部中的这个画面 当时相机在Taylor的身边进行环绕 这个运镜就像是观众就从他的身后走来 绕过他坐在他的身边 注意到他的人物的特写 他的面部的表情 感受到他现在在此场景中的这么一个存在感 以及加强我们观众在场景中的存在感 那我们就和演员Devante在LH中心拍摄的时候 就设计了很多在街巷里训练的镜头 就使用环绕预镜来引领观众跟着Devante的视角 在环境里面环绕 仿佛和他身处在一个空间里 随着视角和视点的不断的转换和移动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融入到Devante的这个空间里面 努力训练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我们当时在进行大范围的环绕的时候 我们也试着就是让Devante在练习拳击的时候 不断地跟着我们的相机这样的旋转 这样子我们看到的视角 相机看到的视角 也就像是Devante面前看到的视角一样 这样子会就是可以给我们观众带来更好的融入感 在比较新的电影《Last Night in Soho》里面 导演Agar Wright也选择使用了大范围的环绕运镜 展现出Eluise当时第一次来到60年代的Soho时候 对周围环境的这么一个震撼感 我们在作品中也设计了在R District的桥上面 拍摄出LA市中心灯火蓝山的背景画面 也就使用了环绕运镜 我们当时就在桥的边上人心道上面 使用RS2进行的拍摄 这样子可以在背景中 就是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LA市中心的灯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十分喜欢Zeiss Superspeed Primes 对灯光的这么一个体现 所以就使用了T1.3的光圈 使背景城市的灯光在画面中 就构成更漂亮的五彩斑斓的这么一个Vokeh 那与Last Night in Soho的画面相比 Edgar Wright当时我可以看出 就是选择使用了比较小的光圈 就会体现出比较深的景深 他的目的当时是为了同时展现出环境 画面中的环境和Eloise 让他们都是看上去都很清晰 因为前景和背景其实都是画面的主题 那而我们是为了使用这个背景的这个Vokeh 来侧面反映Divante的形象 所以对我们来说前景深 就是可以更好的在空间中 切割和隔离开Divante的人物 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构图 与Last Night in Soho的构图有很大的区别 Last Night in Soho是将人物放在了画面的下方 并且是一个十分十分宽广的构图 目的就是为了展现出环境与人物的对比中 人物的渺小与环境的硕大 就更好的可以体现出环境的震撼感 而我们的构图是一个medium shot 相比的是Divante是占据了大部分的画面 构图的设计是为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到Divante的人物的动作 被这个硕大城市和这个社会给震惊到 而是进而为自己打气 勇敢地准备接受迎面而来的挑战 跟着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推入的画面 可以联系在一起 更好的塑造出Divante人物形象 所以在作品中 当你使用环绕预镜拍摄的时候 也可以记住不同的构图的设计 可以产生非常非常不同的影响 环绕预镜也可以作为两个不同构图画面之间的这么一个连接 从画面A环绕到画面B 也可以进一步地加强两个构图之间的关系 像是这里从Divante喘气的画面A 我们环绕到它头靠在墙上的画面B 那我们也顺便就是运用了背景街灯 可以这样子的话在环绕预镜的时候 可以让这街灯在画面中产生更有美感和有趣味的运动的炫光 在洗衣房的这一幕 我们也设计了从Divante的背后拍摄 展现出它的动作 好像是在看着什么 在拍摄这种小范围的环绕预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你的上半身 整体的向左或向右这样子去倾斜 同时使用你的手腕扭动 这样子轻微扭动 向同样的方向扭动 来产生环绕的效果 画面就被观众的好奇心所带领 向右这么环绕 揭示出它原来它看的是面前的电视的这么一个叙事的信息 电视和窗外的霓虹灯 也在画面中形成了Backlight 也就给我们的画面增添了更好的对比感 所以整体来说 在作品拍摄中 环绕预镜可以强调出人物在空间中 更好的存在感 也可以展现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 和人物与空间之间的关系 至于大范围或者小范围的环绕预镜 宽阔或者狭窄的构图 速度快与慢 这些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画面来设计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Orbit 我认为它给了一个很好的叙事 但是不要用它过去 那OK 希望这集教学 能够给你对在自己拍摄的时候 如果使用环绕预镜 能更好地理解 那我是内 我们在下集讲解GIM评集的时候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